第九届中国北京国际园林博览会5月18日开幕 届时128个精品展员将对公众开放 其中永定塔、主展馆和中国园林博物馆是园博会的三大标志性建筑 园博会主展馆占地3.2公顷 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 展会期间主要用于展示国内外造园艺术以及园林绿化新技术、新材料、新成果 展示各类园林艺术的作品以及其实、插花、盆景艺术等 同时作为组织高层论坛、学术研讨、技术与商贸交流、特色文化艺术展示、展演等系列活动的主场地 主展馆分为9个展区 分别为等候区、在园中、在画中、在心中、在家中、在梦想、在展望、在感悟 以及再回味 在园中展区集中展示了兰花、月季、菊花等专业的花卉 在画中是一个半球形的展厅 里面用各色的吊铅牛和凤鲜花打造了世界地图 神奇而梦幻 主展馆的建筑设计理念为生命之源 展馆内以跨度75米的主展厅为缘起 螺旋状的生长、传播、辐射 最终融合于园区内的绿色景观之中 中国园林博物馆占地面积6.5公顷 总建筑面积4.9万平方米 位于北京园博会的北侧 外观以灰瓦白墙为主 体现南方园林的典雅风格 9个人字形的屋顶错落又致 营造出漂浮的意境 站中的屋顶为金色 彰显了北京皇家园林的庄重大气 博物馆分9个展厅 其中常设的基本成列是6个展厅 包括了中国古典园林 中国现代园林 造园记忆厅 园林文化厅 中外明园博览厅 还有一个科普的互动厅 走进主管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微缩版的圆明园 全景式巨型立雕圆明园 按照圆明园鼎盛时期的石井 以1比150的比例制作完成 苏州畅园 岭南余英山坊 扬州片石山坊 三座精致的南方私家明园 也被搬进了圆博会 我们是用1比1完全按原样复制下来做的 没有搞重新的创作 这样就更尊重圆作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馆里边 能够完全真实的领略到 就是江南园林它自己的特点 由于又在室内 我们更多用了一些南方原产的一些植物 包括石料 这样就非常活灵活现 效果很好 原博会期间预计原博馆日最大的接待量为3万人次 顺时最大的接待量为3000人 完整参观原博馆需要2至3个小时 财新网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